哪些美国品牌保健品是可靠的呢 那么今天我就来陆续介绍给大家 首先说我给我父母邮寄回国的美国保健品是哪些 第一是GNC或者Naturemade的鱼油 那么GNC这个品牌全国连锁店开了很多 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给我父母买 近些年GNC的销量有些下滑的感觉 但是品质应该还是可以相信的 而Naturemade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大品牌 我同样是信任的 第二个保健品是GNC的卵磷脂 第三是Naturemade的腐霉Q10 当然了GNC也有腐霉 但是超级贵 它是不是比Naturemade的更好 当然我也不能直接从价格上来判断 那么刚才这三种都是对心血管 或者是血脂有帮助的产品 那么还有就是钙片 钙片的话 如果你平常的胃酸分泌都正常 那么就直接选择市面上普通的补钙产品就好了 像我自己和我父母使用的都是Kirkland的钙片 一大瓶是500粒 钙是我们最需要补的了 尤其是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决定了是普遍的缺钙 所以不管你从哪买这个钙片 都是应该买回来补一补的 那么维生素方面 我给父母的是善存这个品牌 它专供老人的多种维生素 善存是专门做维生素的 也是美国市场上顶尖的维生素品牌 最后少不了的就是维谷粒了 Skift旗下这个Move Free维谷粒 我是直接从几十名使用者那里 收到了非常正面的反馈 一般这样的产品含有这个 氨基葡萄糖和软骨素 对关节组织的营养缺失是有帮助的 那我自己其实也是在每天服用 那么下一期我就来继续介绍 我自己和我家庭还在使用哪些美国的保健品